先在后看养成习惯 我一腾成是柳如烟的甜狗 我能走15公里的路 给她买喜欢的奶茶 因为担心太冷给她送外套 寒冷的冬天 在女生宿舍楼下等两个小时 同学都觉得我爱她爱到疯狂 但只有我知道 柳如烟白天还厌恶地叫我管 晚上就疯狂给我发消息 她问我 我很喜欢你 能跟我见一面吗 我做错了什么 我该你别不理我好吗 可是她的喜欢和厌恶 都不过是她情绪的宣泄 与我无关 早自习下课后 我将一瓶温热的牛奶 放在柳如烟的桌子上 伸手推了推她的胳膊 我看你没吃早餐 把牛奶喝了吧 养胃 她正趴着睡觉 闻声不耐烦地抬起头 眉头拧起 我不需要 拿走 我抿着唇站在她桌子旁 仍是细生细气的全 喝瓶牛奶费不了多少时间呢 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突然大力推开桌椅 猛地站起来 将牛奶朝着我泼了过来 我说了不喝 你听不懂人话 是不是这么喜欢喝牛奶 那我就请你喝 目光满是稀落地落到我身上 嘲弄道 一腾成 你干嘛这么甜啊 柳如烟都这么拒绝了 你何必还不要脸地往跟前凑呢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 又丑又穷 拿什么追柳如烟啊 真是没点数 我要是柳如烟 我没打你都算给你面子了 赶紧滚吧 有你这种甜狗 在我们班我都觉得晦气 他们说着上前来想把我拽开 推嗓间 我的手脚都不可避免地被磕碰到 柳如烟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仿佛我是个瘟疫一般 我把空牛奶瓶扔进垃圾桶 又拿出纸巾细细擦干了手指 我眉头嫌弃地皱起 仿佛我是个瘟疫一般 直到我被推至教室门口 柳如烟终于施舍班给了我个眼神 他语气冷冽 满是警告 别再来我们班 我是不会喜欢你这种男生的 充满恶意的笑声顿时回荡在整个教室 我面无表情地离开三班 身后传来欢呼 小舔狗 别再来了 全校都知道我是笑话柳如烟的田狗 我能走15公里的路给他买喜欢的奶茶 也能因为给他送外套 大冬天在女生宿舍楼下等两个小时 甚至他每次打排球受伤 都是我在身边照顾 哪怕他一次次叫我滚 他们都觉得我是爱柳如烟爱到疯狂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 柳如烟他爸爸给的实在太多了 回到教室 我拿出手机给柳爸爸打了个电话 我已经把牛奶送过去了 但他不喝 柳爸爸叹了口气 语气满是无奈 他性子从小就怪 这也不怪你 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 你查收一下 我乖巧印下 挂断电话 查看手机 确认收到了柳爸爸转来的钱 柳爸爸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但也是个忙碌的人 他很少有时间陪伴在柳如烟身边 所以一直以来 都是我在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他性格刁蛮 时常会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但我总是尽量满足他 因为这是我与柳爸爸之间的交易 我家庭条件很差 父母都是农民工 自我两年前考上一中 巨大的经济压力 几乎让父母喘不过气 柳爸爸的出现 仿佛是给了我一根救命稻草 他资助我上学 让我能够继续追求我的梦想 但我也必须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这个代价 就是照顾柳如烟 我知道 他并不喜欢我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我 他觉得我烦 觉得我碍眼 但他又离不开我 因为除了我 没有人愿意忍受他的脾气 没有人愿意在他身边照顾他 这个月结束后 我与柳爸爸的交易就要结束了 我即将毕业 也将离开这个学校 手机震动两下 是柳如烟发来的短信 小离 下周六是月光签售会 你会去吧 我回来的当然 顺手打开的作者后台APP 查看了一下最近的稿费 加上柳爸爸打掉我的钱 我的存款已经破了七位数 这是我这两年来坚持写作的结果 虽然辛苦 但看到这些数字 我还是觉得一切都值得 我将签售会的消息 发在了微博上 不一会就收到了无数留言和私信 其中有一条私信 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一个叫做风中凌乱的网友发来的 小离 我们终于能见面了吗 等我 我注意到她 是因为她曾经在月光连载时 给我打赏了近十万块钱 而且她的留言的口吻过于亲密 就像是恋人之间的语气 我皱了皱眉 点开她的头像 是一个女生的背影照 莫名有些眼熟 在看IP 居然也是语成人 不过我并未多想 回复了句周六件 下午第一节是体育课 正好是我们班和柳如烟他们班一起上 延延历日下 两个班要打排球赛 柳如烟扔给我饭卡 命令道 你去买一箱水过来 一箱水有24瓶 重量很沉 而从排球场到小卖部 要走七分钟的距离 我求助地看向其他同学 他们纷纷退开 嫌恶道 别看我们 我们才不会帮你 就是你自己要上赶着当舔狗 给对手的班级买水 只能说你活该 我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 哼哧哼哧地将水搬到排球场 比赛刚结束 柳如烟他们搬赢了 他们那群人坐在球场边 有说有笑地分享着胜利的果实 如烟你知道吗 小离说下周六 要来宇成开月光的签售会 你去不去 这不是废话吗 如烟可是她的忠实粉丝 肯定要去啊 我刚走到他们身后 就听见这句话 脚步不自觉的一顿 眼前这群学生 是学校最魂不守舍的一群人 他们居然也看过 我写的月光吗 或许是我太没存在感 柳如烟并未注意到我 她略显得意地扬起眉毛 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沉声道 我早就知道 而且还给小离微博发了消息 女生们集体唏嘘了声 胡闹道 那她回你了吗 看如烟这么高兴 她肯定回了呀 柳如烟更得意了 平日里紧紧促着的眉头梳展开 将手机屏幕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当然 她跟我说周六间隔着不远的距离 我几乎是立马看清楚 她手机页面的消息 这不是中午那个女生吗 原来那个给我打赏了十万的人 居然是柳如烟 或许是我的目光过于炽热 柳如烟终于察觉不对劲 她猛地转头对上我亮晶晶的脸 脸上难得的笑容立马沉了下去 柳如烟迅速关掉手机 眸光犀利地质问我 你盯着我手机看什么 我将那香水推过去 面无表情道 我不是故意偷看的 这是你们的水 或许是我的神色太冷淡 柳如烟难得正色了一瞬 她那群姐妹见状 纷纷不屑道 她偷看别人的手机 怎么还有脾气了 肯定以为如烟喜欢小林 生气了呗 怕什么 过会她又会凑上来的 反正她一直是如烟的狗屁高药 甩都甩不掉 我皱着没解释道 不是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我就是小林 但话说一半 想起父母担忧的神色 如果他们知道我写小说 肯定会担心我成绩下话 他们会自责 没给我优偶的学习条件 眼看着快毕业了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惹麻烦 于是我还没说出口的话 硬生生地顿住 他们却以为我词穷 柳如烟回过神来 冷吃了生 语气满含讥讽 一腾称 你有什么资格吃小林的醋 他是能写出月光的作者 而你是个只会 围着女人转的草包 他说完再一次强调道 我是永远不可能喜欢上你的 我很想把水扔到柳如烟头上 但我忍住了 为款还没到账 不要和钱过不去 我在厕所洗了把冷水脸 擦干净脸上的汗珠 刚回到教室 就看见几个男生 围坐在我座位上 正在看手机 签售会在下周六 你们去不去 我刚买到书 肯定要去 而且我听说柳如烟 是小林的忠实粉丝 如果能弄到作者签名 岂不是有理由 接近柳如烟了 说这话的男生 是班草马走日 他和柳如烟家里 有生意上的来往 是为数不多 能和柳如烟说上话的男生 我打断他们的话 拨开人群道 麻烦你们让一下 马走日穿着皮鞋的脚 正踩在我的板凳上 看见我太冷哼了声 柳如烟的小田狗 还舍得回来 我以为你要死在三班了 我曾经向他们解释过无数遍 我不喜欢柳如烟 但他们就是认定我嘴硬 时不时在班级给我难堪 就像现在 马走日上前掐住我的下巴 眼神愿对 一腾成 你不是也喜欢柳如烟吗 但你以为 每天像个奴隶一样都围着他转 给他送点吃的喝的 他就会喜欢上你吗 我被迫抬起头 下巴处被他的指甲 掐出深深的红痕 马走日看见后露出一抹微笑 柳如烟下周六 要去月光作者的签售会 你一定也很想去吧 但是你那么穷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本书呢 毕竟全套要两百多块钱呢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想说什么 马走日冷笑了声 将皮鞋踩在了我的膝盖上 指着地面道 只要你从下面钻过去 我就把这套书送给你 让你跟柳如烟一起去签售会 怎么样 我的目光落在他手里的书上 黑色封皮 用烫金色的行书 写着月光两个字 这书出版前 甲方给了我很多样书 各种版本的都有 我不敢放在家里 就全部塞在了课桌里 我抬头疑惑地看向马走日 不就是一本书吗 他有必要搞得 好像自己抓住了我的命脉一样吗 马走日却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 和身边的小兄弟嬉笑着骂道 你说的可真轻巧啊 这书限量销售三万册 你有吗 我有啊 我在他惊恶的目光中缓缓点头 紧接着将手伸进客桌里 随意抽出了一本月光 烫金色的书名下 还刻着一行红色的小字 月光点藏版 暂不对外发售 马走日嚣张的表情瞬间瞪大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教室的门陡然从外面推开 柳如烟大波迈了进来 直接抢过了我手中的书 向来冷漠的脸上 第一次出现激动的神色 他爱不释手地将书翻了翻 想到什么紧紧地攥着书抬头时 又是一副冷冽神色 问我这书 你是哪来的柳如烟 身为小丽的忠实粉丝 自然是知道有点苍白 但他当时费了许多力气不惜 花费大家钱都没得到 可他一向比意到我这里去了 我对上他质问的目光 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我早就 看见柳如烟出现在我们教室外的走廊 上马走日 欺负我的时候 他并没有出现 但想到合同的事我又 安娜卓脾气说 自己的因你的条件不可能会有 这本书 你是不是从哪里头的 马走日接过话怀疑的 看着我 我很想说 这是我自己写的 但看马走日那副 充满恨意的神色 画到嘴边 又顿住作者很忌讳报 自己的马甲更何况是对仇人 于是我道我和作者 认识他送我的马走日 和柳如烟 看我的目光充满 怀疑但奈何他们不认识小林 也没办法求证柳如烟 并不打算在我这里 继续浪费时间 他宝贝试的拿着 书用命令的口吻道 你把这书给我 要什么条件你 自己开我眉头微醋 所谓点仓版 不过是出版社作 出来的瑕疵品 不敢在市面上售卖 但看柳如烟这么 宝贝我对他说 这种市面上什么价 柳如烟文言比译 得看了我一眼 随机掏出手机 给我微信赚了五万 快钱周六拦掉咖啡馆 人山人海 我没想到月光首批 只发售了三万册 被全国各地的读者 买了过来 签售会的居然 还有这么多人 从后门进了休息室 主编带着人 正在等我见我进门 赶紧把我推到化妆 台前给他整一个 帅气好看 帅压全场的造型 我我 看着镜子里 穿着宽大校服 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 心里嘀咕 就我这颜值 还能怎么帅压全场 然而 半小时候 当形象是从镜子前 挪开后 我扫了一眼 双眼顿时不自觉地 放大镜子里的 帅气小哥五官 端正鼻子挺拔 是本人站在镜子前 都认不出来的 程度时间飞锁而过 很快到了九点 约定好的签售会 时间玻璃门刚打开 抱着书的粉丝 就一拥而上我 面带微笑 坐在桌子前 开始埋头签名 签着签着面前 突然落下一道黑色影子 我似有所觉 一抬眼就对上 柳如烟 那双亮晶晶的目光 我向来只见过他 不耐烦 或冷漠的神色 还是第一次见他 这么看着我柳如烟 离我很近 我有些担忧的后养 生怕他认出了我好在 他似乎并没有察觉 我就是 一腾成直脸色红润 想到什么 紧紧地攥着书 抬头时又是一副冷冽神色 质问我 这书你是哪来的 柳如烟身为小黎的忠实粉丝 自然是知道这本书的珍贵 他当时费了许多力气 不惜花费大价钱 都没得到 可他一向比喻我 认为我不配拥有这样的东西 我对上他质问的目光 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我早就看见 柳如烟出现在 我们教室外的走廊上 马走日欺负我的时候 他并没有出现 但想到合同的事 我又按那拙脾气 说这本书是自己的 以你的条件 不可能会有这本书 你是不是从哪里偷的 马走日接过话 怀疑地看着我 我很想说 这是我自己写的 但看马走日 那副充满恨意的神色 话到嘴边又顿住 作者很忌讳 包自己的马甲 更何况是对仇人 于是我道 我和作者认识 他送我的 马走日和柳如烟 看我的目光充满怀疑 但奈何他们不认识小林 也没办法求证 柳如烟并不打算 在我这里继续浪费时间 他宝贝式地拿着书 用命令的口吻到 你把这书给我 要什么条件 你自己开 我眉头微醋 所谓点藏版 不过是出版社 做出来的瑕疵品 不敢在市面上售卖 但看柳如烟这么宝贝 我对他说 这种市面上什么价 你就给我什么价 柳如烟文言 鄙夷的看了我一眼 随即掏出手机 给我转账 周六 拦掉咖啡馆 人山人海 我没想到 月光手披只发售了三万册 被全国各地的读者 买了过来 签售会的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 我从后门进了休息室 主编带着人正在等我 见我进门 赶紧把我推到化妆台前 让他给我整一个 帅气好看的造型 要帅压全场 我看着镜子里 穿着宽大校服 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 心里嘀咕 就我这颜值 还能怎么帅压全场 然而半小时候 当形象师从镜子前挪开后 我扫了一眼 双眼顿时不自觉地放大 镜子里的帅气小哥 五官端正 鼻子挺拔 是本人站在镜子前 都认不出来的程度 时间飞速而过 很快到了九点 约定好的签售会时间 玻璃门刚打开 抱着书的粉丝 就一拥而上 我面带微笑 坐在桌子前 开始埋头签名 签着签着 面前突然落下一道黑色影子 我似有所觉 一抬眼 就对上柳如烟 那双亮晶晶的目光 我向来只见过 她不耐烦或冷漠的神色 还是第一次 见她这么看着我 柳如烟离我很近 我有些担忧的后仰 生怕她认出了我 好在她似乎并没有察觉 我就是一堂城 只脸色红润 激动到小黎 我是如烟 这是她的读者ID 我点点头 刻意压低声音 原来是你 谢谢你的打赏 不客气 柳如烟将那本典藏版 放在我面前 看着我签完名字后 临走时提了个 不算过分的要求 我们可以和张影吗 作者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你的联系方式 何影这种事 只要不是要求特别多 一般都会答应 但我看着她那张 满是期待的表情 没来有想到在学校时 她看我厌恶的目光 如果柳如烟知道 我就是她的舔口 一腾城 一定会很后悔 留下这张合照的 反正合约要到期了 我也不想再跟她 有任何关系 于是我摇摇头 微笑道 不好意思 我不想拍 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 送走粉丝们以后 我回到休息室 主编将买好的饭递给我 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 饶有兴致地问我 小黎 你就不能注意一下 自己的形象吗 我翻了个白眼 形象有什么用 又不能当饭吃 也不能让我多赚钱 主编点点头 那倒是随即又好奇地问我 你两年写了三本书 每天保持日更六千字 一开始 我还以为你是全职作者 后来了解到 你只是个学生 都惊呆我了 你怎么那么拼啊 我想也没想地回答 因为钱了 因为没钱 所以接受柳爸爸的资助 要在学校当舔狗 被所有人看不起 主编文言 心疼地看了我一眼 这时休息室的门被敲响 工作人员走进来跟我说 外面有人找你 都散场了 粉丝还没走 主编触起眉头 是个女生 手里抱着一束满天心 看起来不像粉丝 倒像是工作人员 看我一眼 业余地笑了笑 有点像是作者的女朋友 我俩都惊了 我哪里来的女朋友 本着好奇的心态 我还是决定去看一眼 咖啡厅里 女生背对着我 桌子上摆着好大一束满天心 我的脚步声刚响起 对方就转过头来 又是柳如烟 她还没走 见我真的来了 立马手足无措地站起来 将满天心捧到我面前 虽然你不愿意合照 但我还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小黎 我叫柳如烟 我很喜欢你写的书 当然我觉得能写出这样的书 你肯定也是个很棒的人 是吗 我打断她的话 目光从花上划过 落在她的脸上 你觉得我是个怎样的人 或许是沉浸在自己的喜悦当中 柳如烟并没有发现 我的表情有什么不对劲 她目光专注地看着我 像是要从我脸上找到什么答案 语气低沉而温柔 道 我从你的月光中能读出来 你是个温柔又细腻的男孩子 你很善良 但也有自己的是非观 你很正义 总能为现实中不公的史明约 她娓娓道来 诉说着她想象当中的我 我却觉得有些反胃 事实上 柳如烟对我的评价 向来只有恶心填口 照之急来 回之急去 我忍不住打断了她 说道 好了 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事吗 柳如烟一愣 她目光小心翼翼的 一寸一寸地在我脸上划过 像是终于察觉到我的不耐烦 她张嘴还想说什么 但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有些讨好的将花递到我的面前 你可以收下我的花吗 我真的很喜欢你 喜欢了两年 你的每本书我都认真读过 我点点头 却并未伸手 只是站在三不远的地方 陌生地看着她 知道了 你把花拿走吧 为什么柳如烟有些委屈 你是不喜欢满天星吗 你喜欢什么 我给你买 我有些想笑 你没看出来吗 我不是不喜欢满天星 我是不喜欢你 柳如烟的瞳孔狠狠地颤了颤 她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 颓败又难过地看着我 为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你什么也没做错 我撒了个谎 但又实在咽不下那口气 于是冷漠地加了句 你因为我身上的美好品质而喜欢我 但同时我因为你的恶劣品质而讨厌 柳如烟迷茫地看着我 你的自私 惶望 冷漠 我一字一句地都让我无比厌恶 等柳如烟满脸失望地离开咖啡馆后 我回到休息室 卸了妆重新换上校服 背上宽大的书包 也离开了咖啡馆 咖啡馆后面有一个车站 粉丝们都在这里打车 我刚走到车站 就听到一道嚣张跋扈的声音 伊藤成 你居然敢来 一抬头对上马走日盛起凌人的目光 他站在柳如烟的身边 明显不是来参加签售会 而是追着柳如烟来的 我很累 并没有搭理他 站在一旁想要招手打车 马走日却气冲冲地走过来 你过来干什么 你连书都没有 他说着上手吃我的书包 那里面有我今天穿的衣服 我不想被发现 于是紧紧地护着书包 但马走日的力气显然比我大 拉车间 我肩上的书包里的衣服掉了出来 当看见我今天穿的那套衣服时 旁边的几个粉丝立马怯怯思语道 这不是小离今天穿的吗 怎么会在他那里 马走日闻言 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说道 我就说你怎么在这 原来是在这里打工 说 是不是趁着打扫的时候 把人家的衣服偷走了 我急了 急忙道 不是啊 那你怎么解释 你的衣服里会有小离的衣服 马走日质问道 我张了张嘴 想要辩解 却不知怎么说话 马走日见我沉默 掏出手机就要拍照 嘴上叫嚣着要曝光我这个小偷 就在这时 柳如烟突然大踏步地走过来 扭起眉头 还没来得及说话 柳如烟突然起身 大力地推了我一把 江纳彭被我拒绝得满天星 劈头盖脸地砸到了我的身上 我忍不住惊呼出声 你干什么 柳如烟冷冷地看着我 目光满是厌恶 说道 李腾成是不是你高的状 你真令我恶心 我气急了 像是看着疯子般看着他 质问道 我高什么状了 你别乱发疯 合约今天刚好到期 积攒的怒气让我第一次 这么恶狠狠地凳向了柳如烟 他愣了下 仿佛没想到 我居然敢对他这么说话 随即他指着我质问道 我之前还好奇 小黎根本不认识你 怎么会了解我是什么人 自私狂妄 冷漠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但看见你才明白 你之前不是说你认识他吗 原来都是你跟他说的 你自己舔不到我 就到处去诋毁我 让小黎厌恶我 你不知道我为了这次见面 准备了多久 一腾成你真的很恶心 你为什么不去死 柳如烟第一次跟我说这么多话 只是挺着了背脊 面无表情地说道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我没告状 而且他说错了吗 难道你不是这种人 我这句话成功地将柳如烟的 怒火点燃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胸口剧烈起伏 打亮了我一眼 目光落到了我的手机上 说道 一腾成 我不允许你这么诋毁我 你现在立刻给小黎发消息 跟他解释 我后退一步 护住手机 说道 不行 如果让你看了我的微信 你就会发现我就是小黎 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柳如烟见我挣扎 冷哼了声 上前来抢 我俩顿时扭作一团 争执间 我的手肘突然撞到了旁边女生的奶茶 奶茶顿时被打翻 散发着薄荷清香的茶水 哗啦啦倒了出来 一股脑地泼在了柳如烟的身上 打湿了他今天精心打扮的黑色裙子 也打湿了被他装在随身夸包里的 那本点藏版 小黎亲笔签名的月光 柳如烟手上的动作顿珠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片刻后 他目光怨毒 嘶哑着嗓音开口 一腾成 你找死 柳如烟像是被侵入领地的熊尸般 突然抱起他 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将我踹翻在地 这一脚踹到了我的腹部 我痛得眉头紧皱 五官扭曲 捂着肚子瘫倒在地上 啥都爬不起来 旁边的女生纷纷尖叫着跑开 只有马走日笑嘻嘻地上前 欣赏着我趴在地上 神情痛苦的模样 一腾成 你活该 马走日居高临下地说道 又转头对柳如烟说 打他会脏了你的手 我们把他衣服扒了拍些照片 到时候就不怕他去小林那里再告状了 柳如烟明显也想到了这一层 他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擦干了书上的奶茶 旋即冷漠地看了我一眼 就像是在看路边的垃圾一样 随后对马走日说 交给你了 我难以置信地瞪大眼 转头朝旁边的路人求助 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他们怜悯地看着我 又看了看身材高大 和一脸不好惹的马走日 最终他们选择后退了两步 对我歉疚地摇摇头 马走日冷笑了声 朝我走过来 我浑身疼地蜷缩在一起 知道争执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在我绝望之际 一辆黑色的宝马停在车站旁 车门打开 露出主编那张寒意逼人的脸 你们要干什么 主编下了车 心疼地将我扶起来 质问地看向马走日 当街打人 你们这群学生也太猖狂了 眼里还有没有法律 马走日骄纵惯了 自然不怕 他耿着脖子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管我的事 给我滚开 主编冷冷地看着他 拿出手机就要报警 马走日见状 想要上前抢 然而他还没跨出步子 突然被柳如烟拽了下 柳如烟刚才盛起凌人的神色 此刻荡然无存 他看向主编 小心问道 主编 你怎么在这里 小离是不是在车里 主编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 我忍着痛朝他摇摇头 只说送我去医院吧 别小离 如果在这里的话 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 柳如烟有些慌乱地 想要拽主编的衣服 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又警告地看向马走日 月光里有一句话 月阳光终究冲破云层 照亮大地上所有的阴暗角落 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们 身为学生 你们不配做这本书的读者 主编说完 将我扶进车里 踩下油门 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被送到医院 柳如烟这一脚 是下了狠手的 医生给我处理的时候 我疼得字牙咧嘴 等医生离开后 主编攥着电话进来 脸色很不好看 他担忧地看向我 你当时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要不是我正好路过 你今天就会发生 难以挽回的事情 我沉默地叹了口气 当时那个情况太急了 没想到 主编文言摇摇头 话锋一转 打人的两个学生 还挺有背景 我报了警 但警察问都没问过我的意见 就选择和解 我抱着膝盖点点头 柳如烟 家庭在本市 是能排进前十的企业家族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终于抬起头看向他 我不想去学校了 你能不能帮我租个房子 我去申请回家复习也行 但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 你不怕成绩下滑吗 我摇了摇头 我的成绩我向来有信心 只要这两个月 我好好复习 考完大事没有问题 不过我要求道 这件事别告诉我爸妈 我怕他们担心 主编心疼地叹了口气 摸了摸我的头 太懂事了 之后他替我办理了出院手续 将我接到了他的家里 周末时 主编花了一天时间 给我租了间房子 就在他隔壁 周一的时候 他去学校申请回家复习 现在是高三最后一个学期 回家复习的人不少 班主任没说什么 就同意了 这件事在班里掀起一阵小浪花 马走日原本想等我 回学校再收拾我 但听我再也不来了 他吃笑道 肯定是所莫贝 柳如烟站在他身后 眉头紧紧促起 他神色不善地 看着微博页面的红点 那是他给小黎发的解释的消息 但刚发出去 就显示自己被拉黑了 一股浓浓的不甘声气 涌上心头 他喜欢了小黎这么久 就这么被拉黑 从此再无关系 他不甘心 我并不知道这一切 主编帮我忙完所有时候 我就安安心心在家准备高考 一直到高考结束 学校组织了毕业典礼 我本来都找了借口拒绝参加了 但谁知主编找到我 说你们学校得知小黎是本事的 给我们发了邮件 邀请你去毕业典礼上演讲 我想也没想地就拒绝到 出场费20万 主编一句话 将我刚说 一切都成为定局 就算外界知道我就是小明 对我爸妈而言 肯定是骄傲大过于担忧 我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 做我想做的事了 于是我接受了学校的邀请函 毕业典礼那天 人山人海 我们班除了我没去 所有人都到场 见到我 马走日立马走过来质问道 伊腾成 你还有胆子赶回学校呢 我以为你要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 其他同学也纷纷为上来道 班主任不是说 你不参加毕业典礼吗 对啊 你怎么又来了 肯定是没追到柳如烟 不甘心呗 他们嬉笑着讨论 这时 柳如烟也走了过来 他身上仍是那股 生人物尽的气息 一来就命令道 伊腾成 你现在给小丽发消息 让他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 我抿着唇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在想等会他知道我就是小丽 脸上的神色该有多精彩 而柳如烟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 他以为我还在生气 皱了皱眉有些勉强到 只要你能跟小丽解释清楚 让他不要再误会我 我可以为上次的事道歉 柳如烟的身后 主编带着几个工作人员走过来 看见我 他微微一笑 小丽 还在聊什么呢 演讲要开始了 快去后台准备吧 这句话犹如平地惊雷 我看见柳如烟原本嫌弃的眼神 瞬间化为震惊 他的眼睛瞪大 错愕一闪而过 紧接着是深深的难以置信 我越过他 走向了主编 好大礼堂的舞台上 校长发完言后 主持人笑着道 下面有请人气作家小丽来演讲 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只有柳如烟 死死地攥着自己的校服 下恶线紧紧绷起 他心里不断地祈祷 千万不要是一藤城 千万不要啊 只可惜 灯光骤然熄灭又亮起 我穿着一件白色衬衫 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簇拥下 笑着走上了舞台 坐在了演讲席 话筒中 我平日温和的嗓音缓缓倾泻 底下的同学们 却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我在说什么 卧槽 今天不参加典礼 原来是已经作为嘉宾被邀请了 这要牛的小说居然是一藤城写的 我简直不敢置信 这里面那么多阴暗的故事 我还以为至少是个四十多岁 饱经风霜的中年人写的呢 无数声窃窃私语 就像是魔咒一般 在柳如烟和马走日的脑海中回荡 向来期待能见到小丽的柳如烟 看着台上谈笑风声 干净纯洁的我 一张脸越来越白 演讲结束后是其他环节 我的任务完成 回到后台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这时 后台的门打开 柳如烟脸色苍白 抿着唇 目光死死地盯在我身上 仿佛要透过我这张脸去看别人似的 他身上的气息太过压迫 我想起之前车站的事 下意识倒退了一步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的动作刺痛了柳如烟的双眼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小丽 不 一藤城 我能跟你谈谈吗 我想也不想地摇摇头 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我的话音刚落 门被人从外面大力揣开 玩弄柳如烟的感情很好玩吗 你是不是看我们跟看傻子似的 他这话刚说完 突然被人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马走日捂着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柳如烟 如烟 我也是帮你拧不平 你为什么要打我 柳如烟眼眶微红 压抑的情绪此刻终于爆发 他拽住马走日的衣服 不顾他的尖叫 将他拖到我的面前 咬牙切直到 你他妈骂谁呢 谁准你这么跟他说话的 马上给小丽道歉 马走日脸颊红肿 头发凌乱 看起来狼狈极了 偏偏他还要忍气吞声 几乎是从牙缝中 挤出三个字 对不起 我实在是被面前的情形吓到 忍不住退到桌子后面 一句话没说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 观察着我的神色 见我沉默 他沙哑着嗓子问我 你如果还气 就打回来 打马走日也行 打我也可以 小丽 你能不能别生我的气了 你太极端了 我抄他摇摇头 就算你们道歉自灭 我也不会原谅你们的 伤害已经造成 你以为伤口消失了 我就会忘记当时的疼痛吗 柳如烟狠狠一正 我趁机拿起自己的小包包 几乎是桃一般想要离开这里 柳如烟见状 鼓起勇气拉住了我的胳膊 他几乎是央求地看着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想要什么弥补 只要你跟我说 我都能做到 求求你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想他去死 但这句话并未说出口 柳如烟不笨 他明白我的沉默是什么意思 可是他没办法 只能一个劲地解释 小黎 一腾成 我真的不是故意针对你 我知道你是我爸派来的人 你对我的好都是因为我爸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抛弃了我 我恨他 所以才会把这个恨意 施加在你身上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对你动手 可我真的不是什么坏人 也是真的喜欢你 你的每本书 我都认真看过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 我懂你内心的孤独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不会原谅你 把对父亲的厌恶 施加在陌生人身上 出去我是小黎这层身份 就算我只是一腾成 那我也是天冷提醒你穿衣服 给你带早餐 买水打饭的人 你对一个给予你善意的人 能下这么狠的手 柳如烟 你本性就是恶人 不过是因为你喜欢我 所以才觉得自己不坏而已 柳如烟绝望地看着我 正巧这时 主编发现我久久没有出来 过来找我 见柳如烟拉着我 以为他又要对我动手 立马上前将我抢了回去 主编警惕地看着他 我们小黎性子单纯 你别以为他没背景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他 柳如烟立马辩解 我没有 我没有 主编挑剔地看着他 就是因为你们上次害得他住院了 三天以后离他远点 主编说完 护着我头也不回地离开 柳如烟胸口剧烈起伏 巨大的清晰压力 他无法释放 突然转头恶狠狠地看向马走日 如果不是因为你 小黎会那么讨厌我吗 他朝马走日走过去 无视他绝望的目光 紧接着 马走日惊恐的惨叫声 一阵一阵地传了出来 毕业典礼当天 来了不少记者 我身为学生 写出月光 成为如今炙手可热的人际作者的事 很快便被媒体报道了出去 但普通的新闻 并不能博人眼球 记者们开始深挖 我在学校的种种过往 挖着挖着 他们便发现了 我当舔狗的事 当然 也发现了柳如烟 和马走日对我的伤害 一时间 网友们群情激愤 小黎对这个男的这么好 他居然不珍惜 还骂人家是舔狗 这些人也太离谱了 什么三观啊 可怜的小黎 被这么多人欺负 还好他是个坚强的男生 这个马走日真恶心 我好想冲过去把他打一顿 都2023年了 居然还有人搞校园暴力 有人爆破马走日的地址吗 我想让他也常常被暴力的滋味 舆论甚嚣尘尚 怎么也压不住 马走日和柳如烟 经历了一番空前浩大的网络暴力 最终 马走日经受不住 以及柳如烟的粗暴对待 在家里割腕 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了植物人 而我 也如愿以偿地受到了外大学的录取 当然 柳如烟也受到了网络暴力 不过 他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但从毕业典礼过后 我租的房子门口 每天都会收到一束新鲜的 花和一封写满了道歉的信 我全部无视 这样一直持续到 我快要去挖大报道的那天早上 我出门扔垃圾时 雾蒙蒙的花园里 站着一道轻瘦的身影 我走近一看 是柳如烟 他似乎轻瘦许多 神色憔悴 看见我 他眼中重新浮现光彩 小黎 他穿着睡衣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骚扰我 柳如烟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就放过我 行吗 他也知道不喜欢一个人的滋味 他难难着 为什么能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 小黎 你重新喜欢我好吗 或者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生 我都可以改 我有些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可能你自己也不明白 你条件不错 为什么非要执着于我 但这并不是喜欢 只是执念 或许是因为我的身份 给你造成了很强的打击 我说着顿了顿 柳如烟 你的喜欢很廉价 也很莫名其妙 我不需要柳如烟几乎快哭了 但最终 他只是嘶哑着嗓子开口 真的不能再给我个机会吗 我指了指门口 我很累 就不送你了 柳如烟沉默地点了点头 好 然后又默默地看了我半分钟 最后到 高中的事 真的很抱歉 我妈现在对我很失望 要把我送出国 小黎 可能这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 我冷冷地看着她 没有说话 柳如烟朝我张开手臂 能不能抱我一下 就当是为我送行送行 我冷笑了声 就算她死了 我也不会多给她一个眼神 柳如烟读懂了我的目光 落寞地叹了口气 最终 她朝我挥手 再见 小黎 她从始至终 都没有叫过我一声 伊藤诚 因为她喜欢的人 不过是那个光鲜亮丽的人气作者 小黎 我没有和她说再见 转身走到垃圾场 将那头垃圾扔进了垃圾桶 就跟扔柳如烟一样 扔了就扔了 我现在有钱有名 我要去完成我的事 过我新的生活